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與神同行 改編自南韓漫畫家周浩銘 發表在網路上面的同名漫畫 與神同行 改編自網路漫畫的一部電影 好像是一個蠻新穎的題材 我想以後可能會有越來越多這樣子的電影 由金榮華導演 何正宇 車泰炫 朱志勳 金香奇主演 這是今年底又一部相當具有話題性的爆紅電影 除了像在預告片裡面我們看到的 效果非常的震撼之外 他的劇情其實也非常的有意思 並且也算是有著一個解謎的過程 追捕的劇情 還有幽默的笑料 加上感人的類點 這一切都精算得非常恰當的在這一部電影裡面 故事敘述一位消防隊員金志鴻 在某一次的工作當中英勇殉職之後 在三位陰間死者的護送之下 要經歷七次不同的審判 包括了殺人、懶惰、說謊、不義、背叛、暴力 還有天倫 這七次的審判都獲得無罪之後 便可繼續投胎轉世為人 雖然車泰炫所飾演的這一位消防隊員金志鴻 他是所謂的貴人等級的一位模範死者 不過每一次的審判過程當中其實都是挺驚險的 但我們現在也在這個人的審判過程當中 發現他的秘密還有罪行 而不管是秘密還是罪行 似乎都跟他所生愛的媽媽 還有弟弟是有關係的 在預告當中你會看到 這是一部特效滿滿的電影 畢竟主要的場景還是在這個陰間地獄裡面 與神同心第一個會讓你留下深刻印象的 就是他非常精彩的特效畫面 達到出好幾個不錯看的地獄景象 而且每一個審判的場景都是相當的華麗 這幾個陰間使者也在特效的幫助之下帥到不行 在特效的方面 與神同心真的是做得相當的不錯 非常的讓人佩服 花了多少心力和資金在這上面 在這個非常優秀的特效技術支撐之下 所打造出來這部電影的世界觀 可以說是非常的有趣我覺得 我不知道地獄啊 陰間使者這些等等的概念 有多少是原本他們社會裡面就有的東西 對我來說這個地獄之旅還有審判的概念 不是非常的新穎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故事 不過與神同心裡面很多的設定 還是會讓你覺得很有創意很有想法 很新的東西 劇情的部分則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強 完全控制了觀眾的情緒起伏 會有一種編劇在這一秒就是要你哭 你不能不哭的感覺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這種過於設計感的劇本 比較公式化的故事 可是不得不說在這些特效 還有地獄的審判的故事背後 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 而且相較於司術列車 在劇情不合理的上面是沒有那麼多的 某種程度上 與神同行的劇情是還蠻複雜的 但是機場審判的重點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不會看不懂 然後一場接一場的高潮 我真的是還蠻佩服這個劇本 有這麼多的哭點在一個電影裡面 然後其實這部電影是有一個雙線劇情的 一條是陰間的審判 另外一條則是陽間的一場追捕 兩條故事線幾乎做到相當緊密的互相呼應 訊息非常清楚的在警惕我們所有在陽間做的惡行 不管有沒有被人家發現 都警告你會在陰間被審判 一種惡有惡報的故事意涵在背後 有一點點想要挑剔的是 一開場故事有點太過迅速了 感覺還沒有鋪陳的很好 然後突然就要開始第一場的審判了 而中段的部分又有一點點淪為過場的感覺 沒有什麼真正的劇情發展 只會讓我一直期待著最後的故事翻盤在哪裡 真正的主角我感覺其實是何鎮宇所飾演的陰間實者 江陵大人 他的表現真的很好 在這個劇情有一點狗血 然後每一個人的情緒起伏都非常的大 然後非常戲劇化的一個故事裡面 他一直維持著一個沉穩而細膩的情緒反應 我覺得這在這部電影當中是非常重要的 蔡泰軒的角色太不真實了 我會看不太清楚這個角色到底想要幹什麼 他的角色動機讓我沒有很清楚的看到 他反而被其他角色的表現 還有他們的情緒反應 故事的張力 還有大家的淚水給通通淹沒 朱志勳所飾演的解月賣 讓人很喜歡輕浮中帶點自私 但還算是一個相當可靠 十分帥氣的一間實者 經常其他可愛純真的表現 則也幫這部電影加了很多的分數 對我來說 與神同行就是一部相當成功優秀的 韓國商業娛樂大片 感人劇情之下還會帶到一些社會議題 但只是輕巧的帶過而已 重點還是回到這部電影 利用感人揪心的劇情 所達到的娛樂效果 比較可惜的是在整個故事上 有一點點過於龐大 又要講到這個又要講到那個 所以在劇本上面還是有一點過多的焦點 而造成了一些失焦的感覺 我會推薦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去看 應該是不會讓你失望的 真的是蠻好看的 而且也是一部相當適合帶家人一起去看的電影 與神同行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請幫我按讚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最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